市场无障碍之家新建工程 高雄市长韩国瑜戴着安全帽 认真听简报 未来这里将要收容120位身心障碍者 因为高雄身心障碍高达数字有14万人左右 那重度的身心障碍大概达到39000多 将近4万人 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无障碍的空间 韩国瑜也顺道拜访钢山荣家 为百年人锐 陈永祥勃勃庆生 看韩国瑜开心唱着生日快乐歌 不过平民媒体最新民调 对手郭台铭却首度逼合自己 不同的时间点 不同的事件 还有不同的状态之下 他民调都会有高有低 所有的民调我个人立场都是尊重 市长即将出征总统大位 地下局处长也跟着有了人事调整 第一波变动名单包括文化局 毒品防治局以及消防局 反正就是总职员结束 我们人事就要开始调整 这是已经既定的计划 内阁变动还会有第二波 因为高雄市社会局长叶寿山 也即将回屏东参选立委 目前没有很多 目前据我所知没有很多 市长选总统阁员选立委 恐怕都会影响高雄市民观感 华民新闻林微凯黄云城高雄报道 广告统队